它的内部成分为沙粒土,外墙以石块堆砌而成,高达七公尺。 这座风火台独自矗立在山间的历史滩上,距离最近的补给点也远在六十公里外,当年首边将士的老虎实在较真难以想象。 玄奘法师一行人总共走了七天才越过这一道奇险的山区,冻死十几个伙伴,连骆驼、马匹也难耐严寒而死掉了不少,是玄奘法师西行路上最严重的损失。 史事沧桑难料,原本中外商旅往来不绝的波达岭,在西元2002年,中国和吉尔吉斯签署边界协定时,化归吉尔吉斯。 国老的艾口也因为金矿的开采而封闭,如今在往袭通往艾口的路上立有一座国界碑,格外让人有负金追袭之感。 目前中国和吉尔吉斯的国界通道是在波达岭西南边500公里远的图多尔特艾口,当地不再是天山山脉的范围,而是帕米尔高原的北端,海拔高达3752公尺,建有一座红砖大拱门。 由于通关的手续严格,利用的人有限,反而是不少观光客为了体会法师当年百折不饶的精神而到此一游。 出了天山之后,寻葬法师来到大清池,当地人称为伊赛克,亦为温暖的湖泊。 此人传签签著解释说,清池以云涉海,见其对临山不动,故得此名,岂水未必温也。 经过现代的探测,发现伊赛克湖深达695公尺,是世界第二大深水湖。 它全长170公里,宽70公里,面积广达11900平方公里,将近台湾面积的三分之一。 以前的人把这里看成是圣湖,既不在里面捕鱼,更不会跳下去游泳, 但是在俄国人治理后打破古老的禁忌,让这里成为观光圣地。 每当夏天来临,湖边就涌入大量的观光客,给附近的居民带来不少收入。 丝绸之路在越过天山及森林的天险以后,原本可直接取道向南,通往印度半岛, 但玄奘法师却沿楚河河谷而下,继续向西北走了250公里,前往宿叶城。 玄奘法师之所以绕路而行,主要是身上带着高昌王瞿文泰的亲笔汉, 要亲自交给统业护可汉,借着这个姻缘,他心中也有一番盘算。 这个统业护可汉,它是西图决国力最强大的时候, 它强大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 就是说,不仅控制西域各国,而且中亚各国也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 甚至它还联络东罗马帝国打败波斯, 所以它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 除了圣大接代之外,同叶护可汉把军中懂得汉语, 以及懂得西域各国语的人,把他们找来写了很多国书, 那也就是说,玄奘带着这些国书到了西域各国的话, 等于说又有了一个更多的一点的保障。 这也是这个玄奘,它为什么必须要建同叶护可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同叶护可汉是西图决时代的一个盛世。 宿叶城就是现在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城, 历史上是湖上往来杂居的地方。 西元2001年,俄国考古学家在托克马克挖掘, 发现大量的中国古钱币,断定当地就是宿叶城。 一句慈恩传的记载, 玄奘法师就在这里遇到了身为显赫的统叶护可汉, 他是当时亚洲大陆最有势力的帝王。 他劝玄奘法师不必前往印度, 但玄奘法师一致坚定, 同叶护可汉也就不再勉强, 颁赐了一些礼物给法师, 又相送了一程。 历史的脚步总是起落无常, 玄奘法师转身西行不到一个月, 同叶护可汉竟然遇刺身亡。 中亚再次处于群雄并起的动荡情势下, 回顾历史发展, 东西方的各大势力, 都曾经先后进出中亚。 最先征服中亚的是波斯的阿契美宁德帝国, 紧接着是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率大军越过新都古什山, 长驱直地北印度。 中亚地区以亚历山大为名的城市与地名多达四十多个, 显示它所带来的希腊文明对中亚的巨大影响。 其中,巴基斯坦西北方与阿富汗的兼陀罗艺术正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下的结晶。 另一方面, 中国的势力也由于汉朝对西域的经营而深入中亚, 因此中亚草原上充斥着各大民族活动的足迹, 随着历史的长河不断地变动着。 大唐西域纪完成的时候, 宿叶城还是西图爵的王都, 然而三十五年后, 西图爵被唐朝彻底击败, 这里成了唐朝的国土, 而后的历史中, 宿叶城一悔再悔, 成了一堆难以辨认的黄兔, 却又注定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因为他是世界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 根据大陆学者郭沫若的考证, 李白出生于安息都护府的宿叶城, 五岁时才回到中国定居四川江游。 中国的中学教科书采用了这个说法, 不过反对这种说法的人也很多, 他们认为李白根本就出生在江游, 而非遥远的西域, 两方各有其依据, 难以定论。 吉尔基斯当地人, 非常以拥有这个仙子为荣, 毕竟帝国生威只带来一时繁华, 唯有不朽的文章才算得上是千古事业。 李白声明不费江河万古流, 宿叶城也因此传送千古, 成为这个身处亚洲内陆的废墟, 所能拥有的最大资产了。 从宿叶城再往西走两百多公里, 到了千泉, 这个地方位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附近, 一边是吉尔吉斯山脉的雪峰, 汇聚了几十条河流倾泻而下, 流关了草原之后, 注入楚河, 由于水源丰富, 因此林木茂盛, 律意盎然。 当时西图爵的王族都在这里建筑避暑离宫, 至今吉尔吉斯当地人也还是把这里当成消暑油气的好地方。 从千泉沿着河畔向西行进, 大约三百公里就到了古城塔拉斯。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 把他叫做达罗斯, 这是一座在中亚政治、文化、交通、宗教等方面都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城。 玄奘法师来到这里的一百二十年后, 西元七百五十一年, 唐玄宗天保十年, 大使帝国阿弥陀佛